九尾被抽离后 名人命在旦夕 歪罗开着飞沙救护车 火速救医 路上还载走了小鹰护士急救 众人面面相去 形势转变得实在太快 刚才还胜利在即 转眼救世主竟然就要歇菜了 刚手望着远去的飞沙 祈祷着名人能够大难不死 无论何时 名人都是村子的希望 对大家而言 从那起就一直如此 遥想当初 打名鼎鼎的三人之一 自来野大人 亲自指导名人出国深造 在墓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通过两年的修炼 名人不仅开发出了大雨螺旋丸 甚至开始掌握九尾的力量 海归名人即将回村的消息一传开 墓叶同级伙伴们 个个像打了鸡血样 开始奋发突强 修炼更加刻苦 大家都将名人视为了标杆 刚手近时机成熟 派忍英向沙影村送来书信 准备举办新一届中人选拔考试 作为名人的谜底 吴埃罗放下封印的身份 亲自抢墓叶 由于两年前的中人选拔考试 被大舍完的入侵中断 这一次参加考试的下人 多达上百名 墓叶和沙影虽然恢复萌好 但眼下依然是个敏感时期 刚手坦言 自己举办中人考试的真正目的 一来是为了试探表面平静的五大国 二来引出觊觎人助力的小 各国都知道 小正在狩猎为寿 可是两年来 没有人真正掌握他们的动向 外罗文言表示 这则中人考试由沙影村主办 并且他要趁机向外界 宣布自己就任封影之事 看九郎和守居当即反对 这种大事必须经过高层讨论 就算五埃罗是封影 也不能头脑一热就乱来 五埃罗没有胡来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身为一伟人助力 正是小的狩猎目标 与其敌暗我名坐以待毙 不如用自己做诱饵 将小隐出来一网打尽 而且五埃罗初登封影之位 不少反对派 一心要置他于死地 他正好借众人考试 隐蛇出动 沙影高层接到书信 纷纷表示赞成 尤良说 此次中人考试的场地 设置在摩之沙漠 五埃罗亲自担任监督官 由沙影村提供全面支持 心怀鬼胎的反对派 立即开始谋划政变 他们打算用前任任助力 吩咐大人禁锢守贺的茶府 来对付五埃罗 经过会议讨论 此次中人考试 由牧业和沙影联合举办 第一场比试在牧业进行 第二场生存试炼 在沙影村的摩之沙漠进行 送别之时 首居还特意调侃自己未来的老公录丸 刚首相各大人村 都发出了中人考试邀信函 想观察他们的反应 雷影爱当场撕毁了书信 木叶这是想当五大国的主啊 他下令封锁消息 特别是别让奇拉比知道 那家伙爱凑热闹 有人来风 铁定跑去开演唱会 可惜达鲁伊已经说漏了 奇拉比早就溜出了村 云莹以事物繁忙为由拒绝参加 乌影村这边刚刚结束四代水影史仓的血腥统治 村子百废待兴也没有来 大野木认为 木叶和沙影想借中人考试的名义 分析各村战力和忍术 以便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卡卡西奉命前往最棘手的地方 鱼影村 外界传闻鱼影村的内政不稳 似乎发生了政变 这个由山交与半藏统治的村子极端封闭 出入者不光要接受入境审查 这如期间还得接受严密监视 连亲属都不能随意接近 卡卡西经过层层盘查 虽然送上了邀请函 却连伴藏的面都没有见到 他不知道的是 鱼影村已经在小的控制下 为了掩人耳目 长门决定遵照网年伴藏的做法 向木叶派出几名下人参加考试 趁机刺探人助力的情报 紫阳花就是其中一员 秀觉敏锐的刚手没有放松对鱼影村的戒备 他下令对鱼影村来客严密监视 除了五大国龙影村 也就是叛人角都出生的村子 也派出了参试者 七位任助力夫处于无聊 主动向木叶递交了中人考试申请书 村长飞莫担心优夫的人助力身份暴露 遭到外敌袭击 但挨不过夫的软磨硬泡 无奈之下 让两名上人严华 腰狼伪装身份一同前去 临行前飞莫告诫夫 中人考试并非而起 需要赌上村子的荣耀一命相搏 鲼影村虽然很小 但因为优秀上人层出不穷 被外界敬畏 所以也分到了一只尾兽 他希望夫好好表现 为龙影重新扬名 还要保守自己是任朱莉的秘密 乌埃罗执意要作为监考官亲自上场 为了和反对自己的人交心 他不惜以身犯险 正如名人一样 他又和他人分享喜怒哀乐 为获得更多人的认同而努力 新一届中人选拔考试即将开始 沙影村参加人数9组27名 鱼影村15名 曹影村6名 龙影村1组3名 云和水送来了正式拒绝姓函 鱼影村退回了邀请函 钢手表示身为主办方之一 牧业的参加人数务必大于之前 希望上人们积极推荐优秀的下人 阿司马班的丁茨和景也打算参加 可惜鹿丸已经成为中人 朱露迪的核心原本就是靠鹿丸的头脑 景也思来想去 想到了一个能够在考试期间代替鹿丸的人 他邀请小鹰一起组队 小鹰却拒绝了 虽然成为了五代火影钢手的徒弟 这两年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小鹰对自己的实力还是缺乏信心 担心给大家添麻烦 由于不定的时候 小鹰不禁想着 换做名人会怎么做呢 一场突发的紧急手术打断了他的思绪 在手术过程中 担负伤员性命的责任激发住他的潜力 他不能总是追随着名人和左组的脚步 必须自己突破极限 他决定和景也钉刺一起参加考试 第一场比试 录完是考官之一 他让每组参考者周千分别前往一到三号教室 凯湾的小李正在考前热身 黎存两年的名人突然回来 当场给大家表演了一波 贝壳装新色有之术 宁次用白眼看传了把戏 将这个可疑的名人打回了原形 原来是木叶丸假扮的 他担心名人哥哥错过这次考试 被大家甩在身后 所以想出替考的歪主意 宁次说名人的梦想可是火影 他不会拘泥小小的忠忍 让木叶丸不要瞎操心 每一组的三人都被拆分到不同教室 这一赛的考题由陆完亲自出题 总共三道题 分别为30分40分50分 每人选择一道题作答 队伍总分超过100分 或者组平均分低于总平均分 都会被全组淘汰 志南又打算用虫子作弊 却发现整个房间都是密封的 门窗都被锁死 墙壁也都是隔音材质 考生可以随意走动 和一笔席组织的那次比试一样 比试的目的不在于答题 而是考验队伍的默契度 他们必须通过对队员的了解 猜测对方会选择多少分的题 荆野 夫和紫阳华 都通过感知类人数联系到同伴 其他人没办法 只能扯起嗓子大喊 其他教师虽然听见了声音 却根本无法听清 宁次看出了端倪 他和初天用八卦空掌对拨 来测试自己的想法 随后告诉大家如何通过这次比试 比起大家漫无目的的吼叫 他可以通过敲打四次墙壁 让其他教师的同伴明白 自己打算填40分的题 他们自然能领会意思 各自填30分的题来组成100分 为了避免其他人捣乱 他将这个办法公告出来 这样全员都能通过考试 之前用杀核同伴取得联络的杀人 为了增加淘汰率 跳出来捣乱撞了五四墙 这并没有捣乱宁次的计划 他可以不答题得零分 由其他队友各打50分通过考试 无论杀人如何捣乱都毫无意义 杀人不服气继续敲打墙壁 宁次每次都能补上屈属 杀人气的想打架 宁次趁机从考观中套话 录完只好通过广播警告大家 禁止私斗 这样一来 其他教室的队友便明白 后面的敲打是有人故意搞破坏 就算这样 能否对队友有足够的信任 也会决定考试的成败 录完让考生们将答题值反扣在桌上 问出了最后的压轴题 如果遭遇袭击 必须抛弃一名队友作为必死的诱饵 大家会选择谁 他们必须将打算抛弃队友的名字 写在纸上 三人写的名字一致才算合格 作为诱饵的队友 视为死亡 将失去继续考试的资格